A different kind of beautiful Rend my hand to your hair in the morning It's unusual The way your skin glow on the pillow I can't get enough of you Everyday's... 这次墨鱼的香味 其实我们真的特别挑选过 那这两个就是小天使跟女神环呢 有分别两种不同的味道 不过它们都是森林系草木料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都非常好闻 那我把香味呢 把它放在了破香室里面 所以你收到的时候 你就会收到这两个随机的香味 那我现在有做了非常多不同的款式 可以把它挂在衣橱啊 或是放在任何一个地方 然后因为它的破香空间没有办法很大 不过如果是局部的话 它就可以让你空间香香的 如果你放了很多个的话 整个空间都是香的 像我们工作室不小哦 然后放了这些 我们工作室就香了好几天 在门口都闻得到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惊喜礼物哦 那我有的使用方法比较多元 所以我想说我就应该这样使用手册 那在刚好面膜有做翻新 所以我就一起来分享 有洁肤胶面膜跟沐浴油的 那这个是面膜的 它的使用方式都在里面 然后再来是洁肤胶 洁肤胶其实就是跟它的瓶身是相赌印的 那你也可以多月度 因为洁肤胶的使用 是可以跟沐浴油一起的效果会更好 然后再来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沐浴油 那沐浴油它都有中英文的解释 那我有拍了影片 那如果你觉得你有点忘记的话 其实都可以看说明小卡 那这里面其实我放了 我都有放油画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 那当然之后如果你不需要的时候 你也可以截下来 你也可以当收藏啊 当书签其实都可以哦 在于包装部分呢 我们都没有盒装 那盒装的原因是因为 在我个人的消费行为中 我每次购买的商品呢 我都会把外包装 就是马上就丢掉了 可是丢丢蛮多的 或者是你是购买比较多的话 其实垃圾制造蛮多的 所以在我们做这些商品的时候呢 包装设计的规划 我希望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那我的理念是 只要商品安心的 还有安全的送到你的手中 我相信这不会是一个问题 那在包装上面呢 我们就会采用 反护袋的方式 那这个都可以重新的做使用 你可以放你的小物件啊 或者是化妆品 比较大的那个反护袋 我会把它拿来装我的花井 所以其实用处非常非常多 再来是如果有加购面膜的话 我们也会就是用 断袋帮出来的方式给大家 那就是把面膜以前的外包装 我们卖完之后就可能就不会再生产了 那在如果你购买商品的时候 你的反护袋比较多 我建议就是你可以 当然就送礼物给朋友 你可以把东西放在里面 然后送给朋友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包装 推荐给你们哦 有在购买我们商品的朋友 一定会知道 我都会附像这种的明星片小卡 明星片小卡就是会印象 我们 很不要自信的油画之外呢 在这边我想分享一下使用方法 如果你想要送朋友的话 其实我们都会帮你手写卡片 然后放在信封里面 如果你这是想要送自己 并没有使用到的话 其实我们附上去之后 这些空白的 你们都可以再做给朋友的 可能祝福啊 或者是家人的祝福做使用 其实都会蛮漂亮的